Hello大家,最近有点包荒了,没有客人给我寄包包来寄卖或者来回收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回收的包包或者考虑出售掉的包包可以联系我 今天聊一件什么事情呢,其实不能算一个事情吧,算一种现象 比如说像我在网络上已经生活了900多期了,900多天了 视频发布出来已经有920多期 在这样每天一期的过程当中呢,我经常会说感谢我的视频观众给我提供的什么什么东西 比如说提供一个idea,我可以做一期视频,或者是纠正我一些错误 或者是和我探讨一些问题,也会有很多朋友找我寻求一些帮助 比如说看看这个包包的真伪 其实在网络世界里面不光是正向的这一面,其实还会有很多负面的东西 只不过我不会把它呈现在我的视频里面 今天呢就聊一聊我是怎么看待这些事情的 有的朋友说是不是在评论里面否定你,或者跟你叫板,或者跟你探讨 纠正你的问题,就是这种负面的东西 不是啊,这些朋友我会非常感谢他们 往往有很多我不知道的都是通过这种探讨我才学到的 其实我会一直有想要学习的心态,熟悉我的朋友们都知道啊 那是不是广告呢?其实很多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都会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发广告什么的 只要我看到,只要我看到都会把它们删除掉 同时呢我还记得有几次都是客人提醒我啊,哪期下面有广告 紧急是删除一下,删除他们并不是因为同行是冤家 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我没有办法保证他们的东西的品质 所以我没有办法让他们的广告出现在我的视频的下面 还有一种呢是对我个人的重伤 这样的观众还是比较少的啊 这样的人可能就是抱着一种刻板偏见 他觉得你这个长相啊怎么让我这么讨厌呢啊 这种刻板偏见的情况下 在网络的保护下就说一些可能言不由衷的话 或者说一些事后他自己都会后悔的话 那对于我来说就会觉得挺难听的话 其实这一类的反而也不是说特别能够伤到我啊 以及如果你是一个新的视频的发布者的话 也千万不要被这样的言论吓倒 他们绝对伤不了你 你只需要做自己就好了 你的作用就是让这个世界更加的缤纷多彩 最后一种人我不太好给他们分类啊 因为我觉得我是抱着爱的心态去看待他们的 去爱他们的 这样的人呢他们是什么都不图 有可能就是想说脏话 有可能就是想要说一些恶心的话低俗的话 他们会非常乐于看到你的反应 那其实最好的应对就是不给他们任何的反应 这样的人呢我会觉得他们有一些心理问题 他们会觉得我小时候的某一件事情伤害到我 导致我现在对社会上的一些事情不满 然后呢我需要用侮辱性的语言去报复这个社会 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谁也报复不了 他们只是在伤害自己 为什么说我会用一种爱的心态去对待这些人呢 虽然我可能会删掉他们的评论 因为这些评论让谁看了心里都会不舒服 我对他们的爱是期待他们有所转变 在他们不断的成长年龄的增长 身边的人事物的变化当中 我希望他们不断的成熟起来 在我的理解里有的人可能十几岁啊 不到18岁就已经心智成熟了 那有些人呢会需要到20多岁30岁的时候才会心智成熟 有些人可能中期一生也没有办法达到心智成熟 正常的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事情 当他们心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其实需要的不是我们的可怜而是我们的爱 我非常喜欢罗永浩的一段话 这段话其实理解起来也比较简单 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出生的时候 他要么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了一点点 要么让这个世界变得恶心了一点点 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做 让这个世界能够美好那么一些些的人 而不是去做破坏这个世界的美好的人 好的今天的闲聊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拜拜